红星资本局5月8日消息 原银保监会工作 曾任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主任 2019年2月 任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1年7月 任上海保险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 有媒体报道 4月30日是任春生任职最后一天 同时 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银保信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 总裁王哲 近日调任上海保交所党委书记董事长 任春生其人履历丰富 善用险资投资 资料显示 任春生曾在原保监会工作数年 他曾任员大连保监局副局长等职务 2018年 随着监管机构改革 原银保监会成立 任春生成为原银保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的第一位主任 2019年2月 任春生从监管体系 调制中保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中保投 出任党委书记董事长 中保投是重要的保险行业投资平台 根据国务院关于中国保险投资基金设立方案 中保投担任中国保险投资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负责基金设立 募集和管理 作为国字投投资平台 承载着运用保险投资基金 扩大有效投资 更好的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功能 接棒中保投时 媒体称 任春生有着丰富的保险监管经验 及深厚的资金运用等理论功底 任春生在任期间 中保投的曝光度大幅提升 更高频的出现在市场和地方的重大项目投资中 如2020年3月 中保投与东湖高新区管委会 中国交建 新业银行 共同签署了四方合作协议 并成功发起成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光股中交 中保城市发展投资基金 当年9月 中保投又发起设立了一家 规模为450亿元的公司制专项基金 并成功入股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 2020年11月 中保投设立了首支特殊机会投资基金 参与了上市公司安通控股的债务重整项目等等 2021年7月 任春生接棒曾余锦 成为上海保交所的第二任董事长 后来 他又担任国家金融监管总局 投诉调解中心筹备组组长 据财经杂志 4月30日是任春生任职最后一天 他搭乘当天15点30分的飞机 从上海回到北京后失联 彼时 有知情人士称 他已被带走调查 其原计划是调回到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筹备消费者保护中心相关工作 5月7日 纪委通报显示 任春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北京市通州区监委监察调查 彼时 他的身份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调解中心筹备组组长 这是官方首次披露任春生的这一身份 这也意味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在筹备投诉调解中心 新掌门上任 长期与信息技术大数据打交道 任春生卸任后 上海保交所的董事长继任者备受关注 据悉 中国银行保险信息技术管理有限公司 下称中国银保信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 总裁王哲 已接替任春生 出任上海保交所党委书记 董事长一职 成为该公司成立近八年来的第三任董事长 截至目前 上海保交所的三任董事长 皆出身于援中国保监系统 资料显示 王哲是从事银保行业多年的金融老将 曾担任元保监会统信部处长 2013年 王哲参与筹建中国保信 后出任公司副总裁 2019年3月 王哲任中国银保信党委副书记 拟任公司总裁 6月28日 王哲正式出任中国银保信总裁 2020年 王哲曾发表署名文章表示 科技进步正在改变整个金融业发展格局 科技必将重塑金融生态 这不仅是每一个金融机构面临的新课题 更是对新型金融基础设施提出的新要求 新挑战 公开信息显示 王哲长期与数据信息技术打交道 201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 王哲曾表示 我从业21年 其中前10年从事金融保险统计与分析工作 和数据打交道 后11年从事信息化建设工作 和信息技术打交道 大数据是要重视数据爆发式增长的现象 合理规划 获取和整合数据资源 利用先进的数据技术 来完成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 感谢观看